洛杉矶时间31日 洛杉矶市检察官麦克福伊尔在市政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正在准备起诉Newwell Inc.,Webcove Distribution LLC 和Candy Pence Inc.三家电子烟销售公司并颁布禁令 他表示这三家公司在没有核实消费者年龄的情况下 在网上擅自销售没有联邦政府批准的烟草制品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诱导青少年消费烟草制品的广告 同时麦克福伊尔指出这些举动也违反了市场公平原则 在2018年的最新调查中显示 近20%的高中生在一个月内使用过电子烟 相较于2017年 使用电子烟的高中生提升了近75% 到危机器的重温 而是危机器人和残忧 到区域青少年转移动 伏依尔表示,总部位于洛杉矶的Webco Distribution LLC及其母公司New Will Inc. 通过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旗下产品,而Candy Pants则是通过在流行音乐视频中进行电子烟展式以及明星代言等方式进行宣传,同时在其官网上并没有显示出联邦政府规定的关于尼古丁成瘾的健康警告。 洛杉矶市检察厅正在寻求禁令,禁止以上三家公司在没有确认消费者年龄的情况下出售烟草制品,禁止销售未经FDA批准的烟草产品,以及禁止推出针对年轻人的营销广告策略。 助理检察官Michael Bostrom,副检察官Ben Dolphin和Kony Chan正在处理此次诉讼,目前三家公司均未作出回应。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